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聚宝阁频道 我是阿伦 今天这支影片是四天王专辑的第三部 前面两支影片很认真的介绍了 现开和开放环境的推荐牌组 这次想当然的 不是标准牌哦 毕竟标准环境大家都有在打 通通都知道 怕入梦幻无脑拿出来卷没错 所以今天要介绍的是一套 在开放环境特别秀的牌哦 如果对手没遇过这种牌型 很容易被你轻松OTK哦 那么马上来看看 这次的牌组要如何构筑吧 大家应该还记得 在Pokémon GO的卡包中 有这么一张有趣的卡 呆咳嗽 招式黄昏闪耀 两无启动 在对手剩下一张奖励卡时 才可以发动 自己获得两张奖励卡 而在开放环境里 有这么一张神卡 零星吉拉席 特性星星许愿 如果它是反面朝上的状态 从奖励卡抽出时 可以把它放在自己的备战区 然后多拿一张奖励卡 因此 这两张卡搭配起来 就可以在对手剩下一张奖励卡时 一次拿三张奖励 至于说到三张奖励卡 老玩家应该已经想到一张 很可怕的牌了 没错 就是我们的四二真龙GX哦 招式呢 真刺GX 把双方玩家所有的奖励卡放回牌库重洗 然后从牌库上抽三张牌作为双方的奖励卡 简单来说 不论现在的奖励卡是几比几 只要发动了真刺GX 大家就回到3比3重新开始游戏啦 而我们的理想剧版呢 就是在开完GX后 让对手弃绝我们的四二真龙 使对方拿到两张奖励卡 这个时候他剩下一张奖励 我们就可以发动呆咳嗽的黄昏闪耀 搭配GXX一式拿三张奖励卡 直接获胜哦 那你可能会想 如果对方不打我们四二真龙不拿奖励 或是遇到三神一式拿三张奖励卡的情况 要怎么办呢 这套牌除了有被动拿奖励的策略之外 其实也可以主动发起进攻 要怎么做呢 就要依靠下面这几张卡片了 第一张是阿罗拉拉达 招式怒之梅牙 三格无发动 放置伤害指示物 直到对手的宝可梦剩下10点HP 就是不论对面血量多少 直接强制残血10滴 然后是灰尘山特性禁毒之地 如果场上有禁忌场卡 可以使用一次让对手的宝可梦中毒 透过这两张卡的搭配 可以强制弃绝对手的战斗宝可梦 或者也可以搭配这张禁忌场卡 惩戒食堂 每次宝可梦检查时 在双方的GX宝可梦上 放置一个伤害指示物 当然这张牌只能针对GX宝可梦使用 遇到意外时 还是得使用灰尘山加上阿罗拉拉达的combo 如果今天是我们要主动发起进攻的话 要先使用有怒之门牙的拉达 让对方残血 然后在我们四二真龙要开GX的当回合 用灰尘山或惩戒食堂 最后GX发动 剩下三张奖励卡 搭配中毒或者场地的时机 直接弃绝对手 讲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系统很复杂 不过细心的玩家可能注意到了 刚才上面出现的宝可梦 全都是一阶进化的 没错 你猜对了 我们要搭配的就是幻影变化索罗系统 而且在开放上 索罗亚除了可以进化成幻影变化的索罗亚克外 也可以进化成特性 丢一抽二的索罗亚克GX 来加速整体系统的运作 具体的卡表长这样子 透过幻影变化 找出适合的应对策略 猫老大在GX宝可梦细绝的回合 可以透过特性找到需要的支援 臭臭妮在关键时刻登场 可以压制大部分的牌组 特别要注意的是 GX的特性是不会被血道或臭臭妮干扰到的哦 最后要怎么把GX放到奖励卡中呢 就要透过小聪明智慧星 与阿尔宙斯手机 可以将GX放到牌库上方 然后用手机准确的放到奖励卡中 并且我们知道GX的位置 就可以在弃绝后稳定的拿到GX啦 最后因为我们所有需要的招式 都是双无或者三无 所以在能量的部分 我们投入了四颗三重无色能量 只需要在关键的时刻使用 通常是交给 四二真龙GX 呆壳兽 或者是阿罗拉拉达使用啦 以上就是开放环境中的梦想牌组 四二GX的介绍 欢迎那些有梦想 或者是想要秀翻对手的玩家 尝试看看哦 如果你想稳定上位了 还是推荐惠刘梦幻啦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按赞 并且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问题或是建议 也可以加入聚宝和LINE社群 直接和我讨论哦 我们下部影片见 大家拜拜